大家好,我是焦东小娃 这个大音箱是我前几年自己做的 用密度板做的外壳 然后在网上淘的二手喇叭 这个喇叭是12寸的 这个小喇叭是普通的高音头 现在这个喇叭已经碎了 所以声音不大好 这种喇叭很容易坏 因为放在地上有小孩的话 用手指头一捅就碎了 这个地方也是让小孩给捅的 不过这个面挺厚实的 没有坏 一共做了两个 这还有一个 这个上面都发霉了 今天网购的高音头到货了 一会把这两个高音头换上 试试效果怎么样 先买了两个 如果效果好的话 把那个高音头也给他换了 先买两个换上试一下 试一下效果怎么样 这个高音头和原先的有很大的区别 这种是耗角式的 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功率是30到80瓦 8欧摩的耗角 这种外观比较难用 拿手怼的话 怼不坏 这都是硬的 小孩拿手怼的话怼不坏 原来的喇叭还是双瓷的 这喇叭也不错 不过现在用不上了 正好能放进去 现在两个都焊接好了 装上马上试机 听一下效果怎么样 我这个供放机 年头也不短了 十来年了 老式的 功率挺大的 网购了一个蓝牙 转换器 直接插电源上 就可以连接手机 播放歌曲 这个设计的特别好用 左右声道 直接输入就可以了 直接插上去 音箱线连上 这样冲上电源 就可以试机了 现在插上电 试一下 看看效果怎么样 现在连上蓝牙 已经开始播放了 换了两个新的高音头 效果特别好 虽然印象年头比较长 但是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下一次再买两个高音头 把那个音箱给它修起来 就可以了 这儿还有个老家伙 步步高的低音炮 步步高的 这个低音炮效果特别好 看这个低音喇叭吧 12寸的 低音相当厉害了 这个是供放的大散热器 最大功率200瓦 但是这个低音炮啊 效果很震撼 家用是足够足够了 20年的老音箱了 20年前做的 现在完美修复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请点赞 关注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